为了要强化游客的安全意识 确保旅游安全 以及因应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 加强这个防疫措施 那么提供健康的旅游环境 华东纵谷国家风景管理处 是配合交通部观光局 109年度的旅游安全宣导周 今天在鲤鱼潭举办109年度 鲤鱼潭水域救生这个演练剂防疫宣导 这一次的活动 特别上的华林县消防局第二大队 首峰分队以及华林县首峰箱卫生所合作 并聘请担任讲师以及演练指导 邀请了华林县政府 华林县首峰箱拱所 华林县首峰箱池南社区发展协会 鲤鱼潭商圈发展协会 以及鲤鱼潭周边传播业者等一起参与 华东纵谷管理处处长表示 希望借此加强各单位间横向联系 以及合作 增加紧急应变处理之经验及能力 为达成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开心 由平安归之目标共同努力 那希望就强化 国人的旅游意识 那也希望结合大家 就是公部门啊 民间业者一起的力量 来共同维护这个旅游安全 让所有出游的游客都可以 平安出游 开心的出游 平安的回家 那今年刚好也碰到我们 那个新冠疫情的这个影响 就旅游的人潮 较少很多 那政府也做了一些 特别条例都已经公告 不过就是因为有不同的类别 那以我们来讲 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把我们的景区做好 把防疫措施做好 把旅游安全的环境做好 那因为我们花莲 我们台湾这个防疫措施做得很好 目前都控制的都还不错 那其实很多的国人 也希望在一些休假日 也希望他们能够到我们国内 来从事旅游 那尤其是我们今天 特别在旅游潭做美丽的环境上 来做这个旅游安全 跟防疫的宣导 也就希望说 跟大家讲说 我们这边 把旅游安全做得很好 防疫我们也很重视 那目前我们也是 没有被检出的案例 所以希望说 这个国人如果要从事旅游 欢迎来我们花莲这个好水 一起旅游 活动重股管理处每一年都会定期举办 鲤鱼潭水域活动救生演练 即防疫宣导活动 希望能够强化游客安全意识 确保旅游安全 以及应应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加强防疫措施 让鲤鱼潭游艺业者提供健康的旅游环境 记者林杰寿风采访报道